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赛罗哥哥 十一国庆节,我们光之国学校要放假七天 你们学校放假多少天呢? 听说奥特曼们一个个都玩疯了 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奥特曼放假在做什么 首先突击检查的是我的好朋友格力桥奥特曼 小伙伴们快看,游泳池的旁边好像躺了一个奥特曼 看身材就知道应该是格力桥了 这也太会享受了吧 身边居然有这么多的零食 不过天气这么热,还敢在这里享受日光月 不怕晒黑了以后长大找不到对象吗 喂,格力桥妹妹 罗布让我来问问你的国庆节作业写完了没有 赛罗哥哥你好 我的作业基本上快写完了 只剩下一点点还没有写 表现得不错嘛 还有哪些没有写完呢 只剩下语文没写 数学没有写 英语没有写 听力没有写 阅读没有写 我的天哪 这哪里是一点点没有写 明明是一点点 小伙伴们 妈妈不让我跟傻子玩 我们赶紧去看看别的奥特曼吧 现在我们来到半调子泽塔的家了 大家快看 此时的泽塔正在专心锻炼身体 不愧是我赛罗的徒弟啊 很好很好 泽塔,你国庆节的作业写完了吗 赛罗师傅 今天才放假的第三天 我的作业还没开始写呢 不过我心血会了一首歌 现在唱给你听 泽塔 没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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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昨夜正节 想要把这情绪篇 难度是我的优点 你才叫我写作业 泽塔唱的这首歌也太好听了 唱出了我的心声 接下来我们去贝利亚家里看看 喂,贝老黑 你国庆节的作业写完了吗 嗯 贝利亚摇了摇头 还在继续玩手机 好像没有听到我的提问 我感觉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让我们进屋子里面去看看 天呐 小伙伴们快看 贝利亚的家里居然有三个怪兽 他们都在帮贝利亚写作业 怪不得贝利亚还在悠闲地玩手机 真是服了贝利亚这个老六 原来贝利亚的作业全是怪兽帮忙写的 活盖他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名 哦 好了 小伙伴们 大家还想看哪个奥特曼 我们下期再见